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就是死亡交叉 先說說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繼續反覆偏遠 早段跌幅不算大,但慢慢慢慢就越跌越多 最後全日都要再跌200點開外 全日就跌215點,收28116點 成交就好在不算多,703億 今天的市場跌得厲害,包括這隻吉利 刑警,再錯下去,跌3.8% 加上息口敏感股都弱勢 其中新地,地產股又跌2.3% 都是跑輸大市 上升軌穿了,連五十天線都不保 成為了市場跌下去的重要動力 好了,今天的市場跌完,今天又跌了 走勢就麻麻地,向28000點邊 後市怎麼看呢 後市其實可以從以下方面看 首先看看外圍情況 外圍的因素,以下幾點是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點,當然大家都盯緊,就是美式的前景 剛才提到,新地跌的原因就是食口敏感 食口敏感為什麼要跌呢 就是減息預期就降溫 自從上星期五,美國公佈的新的非農業職位 增長超過二十萬個,軟勝市場預期之後 市場人士的減息預期就大不如前 之前都比較進取的 估計7月份就減硬50點子了 接著全年,剩下時間不太多 會減到75點子或以上 這個是比較進取的想法 但自從見上星期的數據之後 發覺美國制服市場其實仍然是比較好的 並未出現大預期之中,急速放門 所以減息預期就降了 現在主流的看法就是7月份仍然會減的 不過減到25點子而已 而且不少人更加說 這樣的經濟形勢要不要減 9月份才減,都未遲 所謂9月份減都是所謂保險式的減息 即是說,現在的經濟數據並未差到要立即減 減只是保險式而已 全年已經很少人再減到75點子或以上的看法 總的來說,是息口的看法就不同了 接著會不會怎樣呢 就看看接下來的 第一位是鮑威爾 會在今星期周中會先後兩天到國會聽證 到時會講一下對貨幣政策的看法 到時會不會再放甲,令大家減息預期再次升溫 支持股市就要第一個大家要留意了 第二個要留意就是聯儲局公佈 即將公佈上一次議息會議的會議紀錄 看看整個會議裡面 這群聯儲局的官員究竟如何討論息口 意向究竟是怎樣呢 是否給出來的聲明是更加合適 還是怎樣呢 就要值得留意了 當然更加留意的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已經是市場人士 現在普遍預期減息的情況 並未大家預期這麼樂觀 未必減得太多 見到美匯指數是這麼升 現在是97.4 穿了下降鬼 這個記系剛才所說的 反映大家對息口預期就不同了 覺得未必減得太多 而且同時 另一個不好的指數 就是通常美匯指數上升 就不理資金流入新興市場 港股都是新興市場之一 這個對新興市場的資金流向 不是一個好消息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就是 美股的情況 美股雖然昨天跌 就不算跌很多 但是最近整個氣氛是差的 一方面近年比較影響力 增加的大摩就出來暢淡全球股市 主要是貿易政策 以至製造數據是一般的 擔心經濟的情況 甚至息口會減 也不能夠抵消到經濟狀況的疲軟 所以調低了全球股市的投資比重 那就暢淡了 與此同時除了暢淡之外 大家看看這些案件數據 亦都擔心以美股為首的全球股市 單是講美股 美股過去幾次 根據研究 2017年底來 過去五次都是曾經做過新高 但是每次觸及新高之後 都會出現回吐 今次會是這樣 剛剛就觸及了 剛剛就回吐了開始 跌穿了在途中所見 上升股已經穿了 雖然跌幅不好 但是穿了 會出現這種情況 大家會關心 第一個數據來看 會是這樣 第二個加上 今個即將會公佈 第二季的財報表 知識香港人說的業績 大家估計可能不一般地 可能三年來是最差的季度業績 所以兩個因素跌加起來 因為比較擔心美股會否出現調整 從而帶動港股 就回軟第二的因素 第三個因素 也要講一下 日本和南韓的貿易糾紛 似乎 現在這一刻就未解決 似乎不太容易解決 因為說了幾十年前 緣起 追究回來 追究幾十年前 還要很久 簡單來說 日本對南韓實施出口限制 三種很重要的財料 即是高科技財料 就不輸給南韓 現在初步形勢來說 南韓就處於下風 因為他之前一直都沒有就這個做好準備 所以 如果那些原材料不輸給他 半導體的生產商 就可能沒有原材料製造的產品 他自己之前沒有不斷研發 所以是比較被動 不過南韓人民風強悍 官方是被動 但民間就出來和你抵制日課 起碼就在呼籲 都好像有些行動出來了 所以是在膠著 這陣子可能會繼續反覆覆覆 所以短期內對氣氛就不太有利 起碼韓股情況就弱了 看到一支陰竹 又接一支陰竹不斷跌 已經穿了上升櫃之餘 今天再見陰竹 又是低位收視 走勢是弱的 所以這個港股也不是太有利 加上中資股 即是上證 國企 以致恆生指數的技術走勢 都是一般的 先講上證 上證已經跌穿了綠色箭嘴 指著前浪頂之池 穿下去才顯示 突破這位而出現的聲勢 可能已經是過一段落了 這個走勢是一般的 國企指數更加出現 怎樣提到什麼字呢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兩條短期的平均線 跌穿長期的平均線 就為之死亡交叉 現在正正出現了 大家比較擔心的死亡交叉 就是五十天線 跌穿了二百五十天線 國企指數 走勢是弱的 而且它穿了前浪底 以至前浪頂也穿了 整個走勢是弱的 保緊這個上升裂口 整個走勢是令人有點憂慮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繼續回軟的可能性 已經是增加了 加上恆生指數自己 都是先出現 一跌一跌 已經出現了倒形頂 這個就是倒形頂 這個戰罪指著 穿了上升軌 出現倒形頂 現在呢 今天又是接近低位收市 所以繼續偏遠的可能性是大的 主要支持在哪裡呢 是兩個綠色戰罪指著的地方 就是前浪頂支持 就是大概27,800點左右 大家留意這個位置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